摘 点灯 慈悲诗时 要共焉共 欢迎收看的是 世明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 心灵讲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过一个空性的生活 这个空性的生活就是不能光想自己 也就是说 念一下 息息相关 就是说我们跟所有的这些佛菩萨 天主教 基督教神都有关系 息息相关 有一点比喻吧 就是说你下班回家了 爸爸在书房看书 老婆在厨房煮菜 儿子在玩 那你一定要每个都去打招呼 哦 爸爸我回来了 哦 太太你辛苦了 儿子好吗 就是这个习惯 这个是你看得见的 有形的 那你看不见的 无形的 又不一样 看不见的 门神 哈喽 谢谢你照顾我家 你用水有水神 起火有火神 叫造工 踏到这个土地有土地工 所以我的习惯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这个道理 一下车就要赶快跟这个土地洒洒水 功德回向给他 这个房子里面就有一个地基组 哈喽 有没有 功德回向给他 那这些招呼都打好了 就没问题了 就像人家家里养一只狼狗 你不理他 他就来咬你 你总要给他 哈喽 哈喽 给个面包 或是看到主人的面子 哦 主人的朋友 然后呢 这些狗就 你要跟他产生关系 他吻过你一次以后 吓回你 但你家里来 他就不怕你 因为他已经把你的味道吸入他的记忆体 这是我主人的朋友 同样的 狗是如此 一个任何一个你看不见的生命都是如此 所以你给他接触过 然后他就会不怕你 那佛教要我们过这样子的生活 那如果你这样的生活 就会怎么样 来 和谐 这是佛法最主要的目标呢 他就是要我们的心呢 跟万事万物有情都和谐 不要冲突 但是现代人不管这个 未达目的 不择手段 我要达到什么 管你的 甚至把对方给斩掉 但是这样就会造成以后 你不管你在做什么事情就会有障碍 因为你斩掉他 下回他会找机会来斩你 那你就会很难生活 所以我们很喜欢讲一句话 来 吉祥如意 就是说做什么事情都很如意 那各位 那你就要掌握这个点 如何这个世界上的发展 我们叫timing 那你要买股票 你也要懂得买哪一支吧 你要掌握好这个趋势 我想做生意的人 或找政治的人 他必须要懂这一套 那我们学佛呢 更要懂这一套 那你就知道 跟什么人 讲什么话 在什么时间 做什么事 那你这个想法就代表一种空性 因为 再念一次 面面俱到 做什么事情要面面俱到 就像进来这个空间 那我就会一直看 哪里是逃乱的地方 火灾来怎么办 哪里是厕所 这个地方稍微要稍微去了解 调查一下 那你要把这些事情都兼顾好 为什么 所谓我们大秤佛教 这个大秤的意思是说 你就是开飞机的人 因为你要载着所有的飞机上的人 安全的到目标 叫大秤 什么叫小秤 也不是小的意思 小秤是说 我照顾好我自己 这个生死轮回很痛苦 那各位是在家人 那我们叫什么秤 你一家来 人天秤 那在家人就是希望做人很健康 很快乐 来世呢 就算死了也快乐 这个叫人天秤 那人天秤讲的就是 你也叫现世的快乐 来世的快乐 所以这个很重要 因为每个人都在追求快乐 那你一定要 那但是快乐 一定要有个健康的观念 快乐不是你处心积虑去抢快乐 那快乐从哪里来 就像这一杯水好了 很简单 它为什么变甜的 因为你之前加糖嘛 就是变甜的 它不是突然变的 那你为什么会喝到咸的 因为它加了盐巴 但是我们现在的生命里面 是糖跟盐巴都有 有些人快乐多 有些人痛苦多 所以我们修行就要把这个盐抽起来 就是属于负面的 会让你痛苦的因跟果 把它消除掉 那你要开始种快乐的因 而且你要爱惜这个快乐的果 所以简单的说 如果各位我们在追求人生 那这个叫什么 来生命工程师 就这个了 有一次我去大学演讲 他们教授问 师父你是研究什么 生命工程 那你的专科呢 心灵工程 我们就搞这个了 那什么叫生命工程 你不是叫什么 怎么漂亮啊 怎么有钱啊 怎么样不会老啊 怎么样老了更有钱啊 我们就在研究这个的 哇 做这个好 这个好 那但是你要了解这个方程式 那你自然就得到那个 这个一点困难就没有 你不了解这个方程式 那你就每天处心积虑 弄得自己用尽心机总未修 很痛苦 所以我想快乐跟痛苦 都是有四个字 念一下 自作自受 很简单 自己送给自己的礼物 好好坏坏都不要怪天怪地 但是你对天地跟众生所做的 就会产生这六个字 念一下 行为反作用力 对 所以每个人你所得到的 都是你自己种给自己的果 这样而已 别人长得高 你长得矮 别人白 你黑 别人有钱 你没钱 刚刚我们马老板说 师父 这一区都是有钱人 人家有钱也种了这个因才来了 不然他怎么会生在有钱的家庭 还有一个有钱的老爸 不然就娶了一个有钱的老婆 不然就娶了一个有钱的老公 这个是人家自己种的因 在佛陀的时代有个国王叫 普斯尼国王 这个普斯尼国王生了两个女儿 一个丑得要死 一个漂亮得很高贵 然后他把丑得要死的这个女儿呢 就藏在他们的地下室 不敢让人家看 因为国王很爱面子 普斯尼国王很爱面子 那漂亮的女儿呢 哇 就代表他 老百姓非常爱他 非常爱他 但是老百姓也在想说 听说国王还有个大女儿 为什么都没见过 大概是漂亮得不得了 不好意思拿出来 大家都在猜啊 那有一天这个普斯尼王就跟这个第二个女儿 很漂亮的公主说 女儿啊 今天你这么有钱 大家这么爱你 是因为你有一个爸爸 做国王又有钱所以你才会这样 你知道这个女儿怎么回答 爸爸你这样讲错了吧 你带我们去拜佛陀 佛陀说这是我自己上辈子种的因 跟你没关系 我老爸可生气了 明明是我 不然你忙的办法这样呢 然后呢 他这个爸爸就有一点不高兴 不高兴呢 他想说 这个女儿啊 就是这样 好 我要让你长长甜苦头 他哪一天就 女儿啊 你这么漂亮 我帮你找一个老公 你就听爸爸的 嫁给他 结果他老爸帮他找一个 一个贵主的后衣 这个贵主已经穷了 都没钱了 但他还是属于贵主 因为印度人 你不能把他配给非贵主 这个贵主已经 都已经变乞丐了 没钱了 然后他就把那位贵主的后衣说 你要娶我女儿 但是呢 好不好 那你现在 以后生活会好一点 他就答应了 结果他就把这个女儿宣布 我要把你配给一个贵主的后衣 全国人都完蛋了 这个贵主我已经破产了 这么高贵的公主 你嫁给这么穷了 怎么过 但是你看公主快不快了 公主好 随缘 各位随缘这两个字 不是随便讲的 随顺因缘 他有因果的 今天我嫁给谁 这都是我的因缘 我不会怨的 我穷或是有钱 这个观念很重要 这种人叫正的出国 在佛教里面出国 恶国 三国 四国 正的出国是完全百分之一百的 念四个字 相信因果 这个叫随缘 他已经随缘了 所以他爸爸说 钱是我给你 他也说 这不是 这是我自己种来 怕怕怕 把我配给一个穷光蛋 那我也随缘 他接受 他是大家就很烦恼 他妈妈布斯尼尔 夫人也很烦恼 哎呀 你爸爸 怎么把这样子 好了 结果他嫁给穷人以后 那也没地方住 没地方住 然后他就 只好他先生说 你爸爸把你许配给我 对不起啊 我家已经破产了 我没地方给你住 那我就带你回乡下好了 那公主好好好 他很高兴 结果回到乡下 他们也没工人 自己要整理那块土地 那房子都破了 他们就在那边整理 这个做太太的很高兴 整理以后 突然 在一个地方 挖挖挖 挖到两箱的大黄金 对不对 神学留下来 就是贵族留下来的 然后他们有这两箱的 大黄金珠宝 他说这就是我们的福报 我嫁给你 所以就用这珠宝 盖一间很漂亮的 比他爸爸还漂亮的房子 住在那边 他老爸可气死了 我就知道你穷啊 变成这样 所以他老爸才没办法 就带着他的恶女去找佛陀 佛陀啊 他就是对我们也很孝顺 我故意把他嫁给穷人 为什么他又变成这么有钱 佛陀说 你不相信因果啊 人家自己种的因果了 那国王就比较服气一点了 原来是如此 那国王哪一天又找他太太 哎 夫人啊 你以前你是世家族的后代 那因为你嫁给我以后 那你才有 你看 哇 你看你带着全国最好的宝石啊 那波士尼夫人也信佛了 她说 哎呀 夫君啊 那我钱是自己修的了 所以我才有这个了 我的老爸气死了 波士尼王哪一天呢 趁他睡觉的时候 就把他那个最宝贵的红宝石 朝河里面丢 丢下去 我看你要不要再跟我找我 结果丢下去以后 波士尼夫人醒来 宝石不见了 不见了不见了 谁缘吗 佛陀说的 谁缘吗 就会有一天 他的仆人 为了要买一只 那时候他们还没吃树 买一只鱼回来 然后夫人看到那些鱼 哇 这只鱼这么胖啊 然后厨房在沙的时候 肚子扑开 他的宝石就在肚子里面 那个鱼蹲下去 然后妇人说 你看嘛 我都说我不会钓了就不会钓 又拿来又带着 带了以后就国王一上场 哎 你怎么宝石在你手上 没有啊 不知道谁把我丢掉了 鱼又帮我咬回来啊 各位 这就是因果跑不掉的 这个教育对波斯尼国王就相信了 这个叫什么 捏下来 顺忍 一个人要对这个真理能够接受 我们叫顺忍就是你接受了叫忍 一开始我们叫信仁 就是说你相信三宝所以你皈依了 但是你相反皈依以后 你还不见得接受因果 各位有时候看到蚊子 好在美国少一点 我在台湾很多帮我开车的人 开车 我说你帮我开车还杀蚊子 我说师父这样不会盯你啊 没关系 因果我来承受 我说你讲这种话 你受不了的 这个叫 他虽然皈依的成为佛弟子 因为他老婆派他来跟我开车 看他老公会不会信一点 但是他就 对不对 他虽然信了 但是他没有顺 他没有接受这个 那最高的叫什么 第三个来 法忍 这个法忍就不是一般人能够的 法就是真相 你对真相完全接受 叫安忍 所以我们也讲四个字 是各位追求最高的 无声法忍 什么叫法 就是家庭啊 婚姻啊 健康啊 世间的一切叫法 那你对这个真理已经永恒的接受 叫安忍 所以你的内心里面不会起心动念 叫清静极静 叫无声法忍 这个是最高的目标 所以如果你有无声法忍 得癌症啊 或是被切成一片一片啊 或是你的儿子被杀在面前啊 在流很多血 虽然你感觉到很难过 但是你心里很平静 这样 很平静 你内心里面很平静 虽然这个事情是很痛苦 但是你很平静 这是最高的目标 但是我们必须从一步一步来 当然刚刚讲到 普斯尼国王跟他的太太莫尼夫人 这两个人最后是饿死的 饿死的 他们虽然做皇帝 中国最出名的皇帝梁武帝 梁武帝最后也是饿死的 梁武帝帮佛教多大 这个我们华人能够坚持吃素的戒律 就是梁武帝下规定的 那时候出家人很多没吃素啊 有些吃肉 梁武帝学佛以后强迫 但是他也因为这个而饿死 为什么 他的弟子叫侯景 侯景是对方的 跟梁武帝敌对的国家的最好的参谋战将 他把他收过来成为他的参谋 帮助他 但是这个侯景最后还是叛变 叛变以后 他把梁武帝跟他的太太抓到一个边地的地方 天天给他肉 你吃素我给你肉 不给白饭只给肉 就是要破梁武帝的戒 所以梁武帝是这样饿死的 他不吃不吃就死了 但这里面也有一段因果了 这个因果是什么 那各位我可能再讲一次了 梁武帝以前是一只蚯蚓 他无量是蚯蚓 那有个老和尚在讲经 这只蚯蚓呢 他也有善根 他就游过来 他就听到那个老和尚讲妙法莲花经 所以各位念法莲花经功德很大 如果你没时间念完 你至少念铺门品 法莲花经的重点 那这一只蚯蚓只要老和尚讲经 他就会过来 这个叫蕾四善根 他喜欢 但是老和尚旁边有一位小和尚 为了庄严老和尚 还拿一个席帐 站在旁边 各位都看过席帐 老和尚讲经 讲大作席帐 那这个小和尚有一天 他就站累了 席帐拿起来 拿起来 刚刚那个蚯蚓 啪 压死了 把蚯蚓给压死了 那这一只蚯蚓就是谁啊 就是梁无地的过去世 因为他听法莲经 所以各位你坐在这边听我讲法 就算你睡着了死了都还升天 没关系 因为正在听法 正在念经 然后呢他就死了 死了以后 因为这个善根 他就去投胎 做一个贫穷的农夫 那这个农夫每天都去砍财砍财 那砍财以后 下来卖一卖才有钱赚 那有一天去山上砍财 回来 刚好下大雨 下大雨他赶快把财就 躲到寺庙里面 那那个寺庙已经没人拜了 天花板都破了 那天花板一破 那雨就淋到那个佛像的头 那这位农夫看到这 哎呀哎呀佛祖在淋雨 他就把他的斗笠 放在佛祖的头上 供养斗笠 各位 供养斗笠哦 所以这个农夫死了以后 就做皇帝 各位重不重要 这个叫念下来 三宝门中 符好修 那就是供养斗笠 就这样做皇帝 那后来这个农夫 经常去那个寺庙 因为他以前不知道有这个寺庙 他就经常去拜拜 然后呢有一点点小小钱 他就省的吃啊 买了水果去供养佛陀 供养那尊佛像 但是他去供养佛像 等他砍残回来 他想要把水果收回家 收回家吃啊 拜拜再带回家吃啊 标准是不行的 佛经说的 如果你去寺庙拜水果 那个是佛的 你带回家就是要偷到 除非是说 主持跟你说 哎呀东西太多了 麻烦你们带回家 那可以 结果他有一次去供养佛像 每次去看水果都不见了 哇就很烦 谁偷了我水果 有一天他水果放了 他就 就躲在后面 到底谁偷我的水果 就有一只猴子 猴子来一次知道有水果 隔天也来 经常有 经常来看 哇原来是那只猴子 后来那只猴子 又拿水果跑到他洞里面 那这个农夫跟在后面 就拿个石头把洞塞起来 所以那只猴子是在里面饿死的 饿死了 那为什么要讲这个 因为那只猴子就是来投胎做猴警 也姓猴 当然这里面有一段很长很长的故事 要讲完就下课了 但是各位 那这些故事会让你 我这样讲就希望各位 深信因果 但是 后来讲回来 那个小沙咪 把蚯蚓这样压死 也有因果 因为梁武帝做皇帝以后 他经常喜欢找那些名门 那些学佛的来谈论佛法 下棋 那特别是念一下 宝治禅师 这位宝治禅师很厉害的 他吃下去的鸽子 马上鸽子会变成飞走 他吃肉是这样吃的 他是为了度他 他这个人是显现神通的 像激公一样 所以有一天他在跟宝治禅师在下棋 下棋的时候 那突然有一个 有一个出家人很远的地方 要来找梁武帝 因为他知道梁武帝是护持三宝了 他们寺庙需要护持 因为梁武帝发愿 全天下的寺庙要改 要改很多 结果当宝治禅师跟梁武帝在下棋的时候 刚好梁武帝赢了 梁武帝撒 赢了 他讲了一个撒 外面的卫兵听了皇帝讲撒 他就把那个出家人带掉看透了 就是这个因缘 后来梁武帝知道 他讲哈 我在护持出家人我喊撒 那个卫兵说 皇帝我就说有人找你喊撒 所以我把他抓去撒了 梁武帝就很痛苦 我怎么把出家人给撒了 他就问宝治禅师说 师父我刚刚无心的 我这样有没有造恶业 我把他给撒了 那宝治禅师就讲这一段因果 他上辈子也是把你这样撒 你做蚯蚓的时候 他玩喜仗把你弄死了 所以这一次他又来找你 因缘又来了 刚好你喊撒 然后卫兵又听到 听到那个撒就把他给撒了 这就是一段因果 所以各位 你不小心踩死一些蟑螂 你都要给他阿弥陀佛 我跟你讲 不然下回就 你刚好去那边撒 撒 压扁了 这个世界真是如此 你每一个动作你都要小心 你都要小心 你都要小心 所以 话又讲回来 就是 布斯尼国王 那布斯尼国王那位丑公主 她被埋在地下室不准出来 那国王也很好心 国王就是找了一个真正的穷人 跟他说 如果你愿意娶我的女儿 我呢 给你很多钱很多房子 但是有一个条件 你永远不能把我女儿带出来 结果全国都知道 哇 国王大女儿要结婚了 驸马爷 但是只看到驸马爷 从来没看过公主 所以很多人就在议论纷纷 这个公主 驸马爷从穷人便有穷人 所以每次吃饭啊 开什么大会啊 驸马爷都会在 但是旁边都是没有公主 大家就有一点怀疑 有一天有一些公子哥啊 就把这个驸马爷找去喝酒 故意灌醉她 灌完醉以后 就把她身上的钥匙偷出来 然后他们就想说 我们就到她家去看 这个公主到底是漂亮到什么阶段 为什么我们都看不见 那公主被关在里面 她也学佛了 因为莫利夫人 所以各位做妈妈很重要 这个莫利夫人呢 她学了佛以后 第一件事情就是影响给她的女儿 让她的女儿知道 所以莫利夫人就经常跟这位大女儿说 你上辈子一定没有修好 所以妈妈去拜佛陀回来的 你要经常念本师释迦摩利夫的名号 经常忏悔 所以有一天这个大女儿虽然结婚了 太太想 我长得这么丑 爸爸把我关在地下室 我妈妈讲的 一定我上辈子没有修好 所以呢 我要好好 那我又不能去见佛陀 所以她就在地下室那一天 跪在那边掉眼泪 然后点了香 南无佛陀 南无佛陀 请你接受我的忏悔 难道我一辈子要这样关在地下室吗 愿佛陀加持我 她就这样在祈求 这一段很重要 各位你只要点个香 或是刚刚我们这样合掌 请问佛陀会不会降下来 百分之一百 你千万不要怀疑 你要相信 信任 所以这一位大公主跪在那边忏悔的时候 然后她拿着香再提醒佛陀 佛陀就来了 那佛陀来的时候就从地上裂开 因为他们在地下室 地上裂开有一道光 然后呢 这道光佛的头就出来了 那佛头一出来 哇 那个头发 佛陀的头发 哇 干青色的就是黑到发亮 卷得很漂亮 那个时候公主看到好欢喜 她没有看过佛陀的头发 而且地底裂开 她没有看过光的 哇 那佛陀那种光 超过阳光几千倍 却一点都不赤眼 然后这个光一出来 公主好高兴啊 她跪在那边忏悔 看到佛陀的头发 哇 她就很赞叹 一直磕头 然后她的头发就变成佛陀的头发 各位 这个很重要 然后后来又看到佛陀的额头 那个皮肤发亮 然后她那个皱皱的皮肤 佛经怎么写 来 念一下 鳄鱼的皮肤 你看公主长得多丑 鳄鱼的皮肤 然后她这边跪在那边拜佛陀的额头 然后她的皮肤就变佛陀的皮肤一样 然后她看到佛陀的眉毛 她看到佛陀的眼睛 就一直磕头 一直磕头的时候 她整个像 就完全180度改变了 所以各位忏悔重不重要 重要 然后佛陀完全现出来以后 给她放光 公主还不知道她的外表变了 她自己不知道 然后她就跪在那边哭 哎呀 我在这边提醒佛陀 佛陀还真来了 佛啊 我妈妈说 我一定上辈子造什么恶业 所以我才会这么痛苦 那佛陀就给她开示 供主啊 你上辈子是一个很有福报的人 你很喜欢帮助穷人 所以你这辈子生在国王的家庭 还大女儿呢 但是呢 你这个人很骄傲 虽然你家里有钱 然后你对下人很凶 经常骂他 打他们 你打他们 他们皮肤就痛 所以你皮肤就会不好看 你经常骂他们 所以你脸会长得很丑 声音不好听 甚至你也把那些下人做错事了 打他 骂他 又给他关在地下室 让他们一关就七天 无天无日了 所以你这辈子要被关好几年 所以你现在你赶快忏悔 发愿生生世世 不再打人骂人生气 那你的因果就会改变 哎呀 公主听啊 哭啊 忏悔 然后忏悔完以后 佛陀给他皈依三宝 他就正的出果 正的出果就是佛陀给他讲轮回的道理 生命是苦的 有钱没钱都会生老病死 生老病死的苦是自己造成的 自己的无名 贪爱 造业 他给他讲 他就跪在那边跪 正的出果 然后佛陀就走了 哎呀 公主就很高兴 他能够这样忏悔 但他不知道他外表都变了 然后那个时候 他先生被灌醉了 那几个公子哥哥 终于拿到钥匙 啪 打开 一打开的时候啊 整个亮度一进来 里面的佛光都还在 公主那种美啊 超过天人的美 这七个人看了都 哇 这样 哇 怪不得 哇 哇 从来不让我们看到大公主 如果谁看到她都会爱上她 谁都不想回家找老婆了 结果他们七个就去全国宣传 哇 菩萨女王大女儿 是全世界最美的 怪不得我们看不见 结果这个驸马爷回来 怎么会这样呢 变啊 变啊 所以他们就带着这个大女儿 遇见国王 国王就说怎么变啊 大家就去找佛陀 当然佛陀又把这段因果讲给大家听 所以我想各位 我要讲这个佛教的故事 你还要听吗 连她太太都有故事来 所以佛教这些啊 很有意思的 那我希望各位多听 因为这个是真实的故事 这种故事有加持 你一听以后一辈子忘不掉 再来 希望你跟别人说 一个人会有钱 一个人会漂亮 一个人会丑 所以我希望各位一定要多看佛像 那个佛像你眼睛丑你就看佛的眼 这样 你皮肤不漂亮 你就多帮佛陀擦一擦 所以泰国人就会这一套 气概痛贴气概 对不对 贴金 头痛贴头 用黄金去贴佛陀的 这个还真的管用 就是去庄严对方 所以佛像是我们的福田 像我永远都带这个 这个很小啊 很方便啊 合起来就放了 那边佛陀就放前面 放前面供养 前面是什么 来 念一下 大悲观音菩萨 大智文殊势力菩萨 大恨普贤菩萨 然后呢 那他们头上都有佛在 所以佛像也在 后面我永远摆一个 念一下 来 南摩大方广佛 华严经 这是我们汉传佛教的 经典的精髓 然后呢 这样就三宝俱足了 有佛像 有佛法 有菩萨出家人 那呢 念观音菩萨 就要学他的慈悲 念文殊菩萨要学他的智慧 念普贤菩萨要学他的实践 你要把慈悲与智慧产生行动 去利益众生 那就成为你的心 那我们佛法的目的干嘛 跟你讲 帮助世界 帮助众生 所以 永远要把世界放在你心里 永远把众生放在你心里 当然各位刚刚听我讲过 是 你就在佛前做一点点功德 就有无量的福田了 那何况 那你去对所有众生慈悲 你去供养所有的佛 那当然各位听到这边 按照你的发心得到不一定的结果 如果你听我这样讲 那我赶快去供 我要漂亮一点 我要有钱一点 那这个叫人田福报 你会得到了 只是这个人田福报 给你享受三世 七世 福报享受完 没有了 那我们佛教是希望 我们累积这么这么大的功德福田 目的呢 是要让所有的众生母亲 众生儿子 统统离苦 众生轮回苦境 我愿乃境 那这样才变成无量的功德 因为每个人都有这个佛性 每个人都可以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我想 当然我们到一个很有钱的地方 这个很有钱的地方 那我们首先要有个心态 念一下来 随喜功德 随喜 要随喜 哇 草这么漂亮 阳光这么好 房子这么干净 我们内心要随喜 你千万不要忌妒 有钱我也会啊 但是各位你要处处随喜 随喜别人的功德 随喜白人 随喜黑人 我觉得黑人过得很快乐 他只要有一点小钱 他就很快乐了 他不用太大的钱 那我们中国人就苦了 有还要更有这样 要存很多 不然睡不着觉 要存到下一辈子给儿女才甘愿 他不像老外就OKOK这样就过了 贷款也要去旅游 那是因为每个人的心态不一样 但是无论如何 那像我们出家人 就不需要这些快乐 我们每天都是这样 来 念一下 法喜充满 因为每天都在 都在思维佛法 实践佛法 都在享受变化 从这个变化里面 把变化变成一种佛法 那你就不需要那些刺激的东西 刚刚我在车上 我还在跟马老板聊天 我出家以后 七年以后碰到一个变化 差一点还俗 那是什么 因为我还没出家前 就有一位老师 这是我的福报 告诉我 你出家七年以后 那件事情如果过得了 你就继续做出家人 不然你就还俗 我就把它放在心里面 结果我真的碰到了 我就忘了那个事情 我碰到一个女人 我既然对他起心动念 就动到念头了 那就有一点麻烦了 后来我为了这个事情 就离开那个地方 一整年都不去 连电话都换了 我就把我的电话交给我的侍者 以后他打电话 你回答就好了 我不能回答 我回答因为我欠他债 我不能拒绝他 因为我完了 这个事 你不能说 这个也是圆 这个就是我过去是欠人家的 念一下感情债 我叫感情债 就欠人家 一个女人爱上一个男人 就是你欠他感情债 没法度了 所以世间话有一句话 来 相欠就会相爱 不不不 相欠就会相见 相见就会相爱 相爱就会相恨 没法度 但是如果你过去不欠他 就见不到 所以恨是由爱来的 然后你就 就这样 爱恨交织 轮回不及 就是这样 不断下去了 但是我们修行的过程 不分在家出家 我做这个比喻是 我是出家人都会碰到的 何况各位你是在家人 有些欠金钱债 欠感情债 欠肉体债 你要欠的 所以你看那个妙贤比丘尼 家设尊者的太太 家设尊者出生最尊贵的 然后她的太太 然后她的太太叫妙贤 她的太太出家以后 还没有出家以前 被五百个男人天天强暴 天天强暴 你想想看她她快自杀了 她受不了 她为什么 因为佳瑟跟她结婚以后 十二年结婚 手都没碰她一下 因为她们两个过去是发的怨 手都没碰她一下 就有一次这个妙贤在睡觉 他们那时候还没学佛 手放在床下 结果一只毒蛇过来了 那时候佳瑟是睡另外一边 赶快过来用竹子 把她太太的手移到床上 免得被蛇咬 她太太醒来把她骂到天亮 你要破我的犯恨 结婚讲好了 两个不一起的 因为她们两个是被逼结婚的 守戒律守到这个阶段 后来她鼓励她先生去出家 但是她不知道哪一个才是正确的老师 所以佳瑟就去出家 出家以前把全家的财产 都给她的工人给穷人 大布施才去出家 就出家以后 她终于绕了老半天 她是一个很骄傲的人 佳瑟尊子很骄傲 因为她出生太高贵了 太有钱了 而且她皮肤没有能够赢了 什么叫佳瑟 佳瑟就是引金 就是金子的亮度在她面前都不见了 所以叫引金 把金子的光都给吃掉了 你看那种皮肤很漂亮 所以又出生高贵 所以她父母往生 她结婚是被父母逼的 所以她不得不娶 当她结婚的时候 她爸爸一让她娶 她没办法 她就去请那个雕刻师 雕了一个纯黄金的像 美得不得了 她跟她爸爸说 如果你可以找到这种女人 我没话讲我就娶了 所以她爸爸就拿那个黄金像 请了几百个人全世界去找 还真的有这种女人 叫妙贤 被找到 她就没话讲 妙贤也不想叫人 她也不想娶 就这样 强迫 强迫被对在一起 所以两个都讲了 好吧 我们是被父母逼的 哪天父母不在了 我们两个就修行吧 他们是这样结婚的 当然这有一段因缘 各位都听过 为什么他们两个皮肤这么漂亮 出生都是最有钱的家庭 因为以前迦瑟佛 过去的佛的一尊佛像已经旧了 皮都扒掉了 有一个女孩子家里没有很有钱 但是她很虔诚拜佛 那看到那个佛像的皮已经剥了 她就把她所有的财产拿出来 买了黄金 那买了黄金以后 她就探听哪一位贴金师傅是最优秀的 就给人家介绍这个迦瑟 过去世 然后迦瑟 接到这个任务以后 这个女人说 你只要把黄金帮我贴很好 多少钱我都给你 后来一探听才知道说 这个女人把她所有的财产 就拿出来做这个事情 而且在帮她贴的时候 看这个女人 真美 我将来如果有来世有机会 我要跟她结婚 然后这个女孩子看佳瑟在贴的时候 这么认真也想说 这个男人也不错 真的要我结婚 我看我就嫁给她 各位一个念头就完蛋了 做夫妻了 但是她们的念头没有欲望 她只是说结婚 她没有男女欲望 所以因为 两个人都是因为这样而结缘 所以因为她们两个人 结果假设贴完这个金子以后 她就跟这个女生说 我不跟你收钱 因为我知道你全部的钱 你都拿来做这个 所以我不跟你收半毛钱 这我也要做功德 那我也发了一个愿 愿我能够满愿 她发在心里不敢说的愿 这样 这辈子我没办法娶你 我来世我也要娶你 就发了这个愿 所以这个女孩子也给她感动 但是因为这个念头 所以她们生生世世都是大富大鬼 所以各位念下来 难舍能舍 她所有的钱去买一点点黄金这样贴 对不对 假设那个时候虽然第一名的师父 她一毛钱都不收也去贴金 因为她也是佛教徒 因为这样他们生生世世 出生富贵 所以我告诉各位 钱不是赚来的 不要以为说我很会赚钱 那是你过去积的音这样而已 因缘到了 然后自然就浮现了 只是说你有那个音 那你去努力就很容易 就是这样 如果你没有那个布施的音 你的努力 你再努力也没用 所以有福报的人 一个礼拜上班两天就好了 就像我以前一样 我去公司干嘛 找麻将搭子的 然后就走了 我去公司找麻将搭子的 然后就吃饭了 然后就走了 就是这样 然后他们生意一定要给我做 不给我做交给别人会很倒霉 那没办法 他们都试过我还 给他就没吃 给别人就完蛋 就出事 我是这样过来的 但谁把我点破 我的师父 我的师父说 你这样没有用 你吃的就是过夜的食物 什么叫过夜 昨天煮好的 你现在拿来吃不好吃 我问我说这什么意思 你上辈子修的 要洗福浪费 没用 别人赚钱很辛苦 你们每天在那边玩 也有钱赚 所以我后来去相信佛法 去思考这个道理 哎呀对了不要浪费 要洗福 不能这样浪费 所以加设尊者 后来又讲回来 但是为什么这个妙贤 她会被强奸呢 而且为什么妙贤皮肤很漂亮 因为她贴了这个金 所以她皮肤很美 很美 但是她这个女生 她心里面还有一个 不好的想法 她很希望她这个美 被很多男人都看见 虽然她贴金了 她发一个愿 哎呀希望很多男人 看到我的皮肤啊 这是心里的因素 都很喜欢跟我在一起 因为这样 所以啊没办法 她有一次就投胎做一个 很美很性感皮肤漂亮的 不得了的妓女这样 一个念头 一个念头 那有一次这个妓女呢 有一个男人说 要跟她睡觉要五百斤 五百个斤子才能跟她睡觉 她就给人家收了五百斤 结果下午要去 要去跟她在一起的时候 马车经过一个地方 被一个贵公子看到 哇 那个女人这么漂亮啊 然后开车的公子说 跟她睡一次觉五百斤呢 她已经要出门去了 然后这个公子 五百斤就把她挡下来 我给你一千斤子 陪我陪我 这个妓女好吧 一千斤 然后就陪她睡觉 然后那五百个男人在公园 都准备好了 来了来了 结果等了一天 半个女人都没来 她们五百个就恨 好 骗了我们五百斤 生生世世如果碰到这个女人 我们五百个就轮流强奸她 就是有一段姻缘了 所以后来妙贤她先生出家了 碰到佛陀出家了 她还没有找到佛陀 那个时候她本来 家是叫她在家里等 等我找到最好的老师 你再来出家 但是她很急 她还要出家 结果她走错地方了 现在那个宗教还在 叫奇纳教 念一下裸体外道 现在印度还在 就是说他们修行人 一辈子都不穿衣服的 女生也不穿衣服 男生也不穿衣服 而且他们持的戒力 比佛教还严 为什么 地上走路一定要看 一只蚂蚁都不能踏到 故意的 他们一辈子吃素 所以影响了印度 印度现在百分之七十的人 还是吃素 因为这个奇纳教很强 他们拜的形象也是佛陀的样子 但是不是佛陀 叫大雄 叫大雄 他没有穿袈裟 但是他的外表也跟佛陀一样 三十二相 叫大雄 叫奇纳外教 那个时候在佛陀时代就有了 然后呢这位妙贤 他出家 他就走错了 他以为 哇 他们这么精进 他们这么精进 所以他就跟他出家 一出家以后 他还要脱衣服 这一脱衣服还得了 他那个皮肤太漂亮了 所以有五百个修行很高阶段了 看到他都修不下去了 所以五百个人就讲 天天就给他强奸 这样 妙贤就是这样 所以各位 一个念头 希望漂亮 性感 再来 收人家钱 没有去陪人家 所以这五百个人就可以 天生生世世强奸他 妙贤被强奸到快死了 有一天 有人同情他 就去报告 那个奇纳教的教主普南努 他说 教主啊 你五百个高弟子 五百弟子 天天强奸一个女人 这个事情你赶快制止 如果把这五百个赶走 不然你这个僧团 你这个团体会被伤害 但是这个普南努想 不行不行 如果我这五百弟子都赶走 我就没弟子了 我就不叫教主了 他就把五百个找来 一次五百个太过分了 一次两百五个就好了 所以就两百五两百五 你们控制一下 然后这个弟子 师父受不了了 你看到你也会跟他上的 他实在是太美了 我那个没办法 看到他都不用打坐了 这样 就是这样 所以普南努为了这个事情 也下地狱 也下地狱 所以你看妙贤被强奸到那个样子 后来就是因为家设尊者出来脱拨 看到他的太太 在那边哭 因为又被强奸完了 然后他一问才知道 哎呀 那个时候妙贤看到 先生来了哭啊 哭到不成人形啊 你都不回来带我去出家 结果我走错了 所以家设尊者就带着他妙贤 去找佛陀 但是他已经不相信了 他说你们那边 会不会像这边这样啊 结果当然家设给他保证 我们佛陀才是真正的修行者 然后呢他就皈依了佛陀 正式出家 但是出家以后更可怜 他不再出门了 因为他知道一出门人家又要强奸他 所以因为那五百个人还在想办法找他 然后后来怎么办 家设这种慈戒修苦行的 每天脱拨就脱两份 脱两份呢 一份就拿给他太太 那整个僧团都在骂 家设苦行慈戒第一 原来后面还养了太太 后来家设一听到以后 他就跟妙说 从今以后我不再为你脱拨了 因为我已经被误会了 后来他太太也没办法 天天都包着像嘿嘿的出去脱拨 怕人家看到他的皮肤 所以当然他后面也正的阿罗汉 但是他正的阿罗汉那一刻 我们阿罗汉有两种 会解脱 心解脱 所谓会解脱就是说 他了解空性而正的解脱 不会起心动念的 那心解脱呢 心解脱就不一样 心解脱除了正的空性 他有入甚深的禅定 他会开发神通 所以会解脱阿罗汉没有神通 像我们现在末法 末法没有人可以正到心解脱 末法你大部分就正到会解脱 有空性但是你没有神通 你必须用凡夫的肉体 凡夫的智慧悲心去度众生这样而已 那会解脱在佛陀的时代有 那妙贤比丘尼精进修行得到会解脱 正的罗汉解脱生死 但是他没有神通 但是有一天呢 他的夜报又来了 有其中一个外道又看到他 就去强奸他 又找到他 结果在强奸的时候 正的心解脱的叫莲花色尼 这个莲花色尼很同情他 她的故事也很长也可以写一本书 她以前是个最出名的妓女 她的皮肤比莲花还漂亮 她后来也被佛陀度化出家 所以当妙贤比丘尼被这个外道 找到要强奸的时候 那莲花色尼用神通飞到空中 教她那种甚深的禅定 所以各位 妙贤比丘尼是在被强暴 还没有强进去的时候 修得心解脱而正阿罗汉 这样 所以正阿罗汉不是时间的问题 是一个你心态的问题 因为那个时候 如果他不按照莲花色尼教他了 他就要被强奸了 所以在那个时候 他很认真的突然正的心解脱 然后又有神通就飞起来 这样一飞起来就没有被强奸了 所以那当然释迦牟尼佛 如果各位愿意看 这些十大弟子各个的故事 精彩的不得了 我很希望各位把这个 如果你是个导演 编剧 我都有在酝酿 下辈子不小心 我就会变成一个导演编剧 因为你要把佛陀活起来 活起来你要把这些拍成一个真实的影片 听说印度现在也拍了佛陀的故事 五十三集 我没有时间看 我看了一下 至少非常好 但是呢 这里面的拍的过程 还是比较属于解脱道的 他没有把佛陀的那种 大秤的神通视线变出来 因为这一集里面 他是把佛陀当作一个凡夫的人格 怎么样去解决问题 以这个角度去拍的 因为他是斯利兰卡人拍的 斯利兰卡是南传佛教 所以就没办法 但是我们是大秤佛教 佛陀不是光一个平凡的人格 佛陀有超越人的这种智慧神通 但是这些没有人做 以前钟沙仁波切有发愿要拍 但是还是没有完成 因为拍这个要有很强烈的团队内容导演 连扮演佛陀 扮演佛陀 扮演最好的是基督李维了 是吧 认识吗 哇 骇客任务那个男主角 骇客任务那个 他扮演过佛陀 拍的小佛佛嘛 对不对 他扮演佛陀 那四段影片还拍的不错 那时候在尼泊拍的时候 我也在尼泊看 他把佛陀的那种 视线神通降魔成道的过程 至少显现 所以基督李维也不是一个简单人 应该过去是出家人 所以这辈子没有命 没有夫妻子女命 像个流浪人一样 因为他本来就是个出家人 不然他不能去拍这个片子 所以简单的说 念一下 好心肠 加上好头脑 就连在一起 然后让自己 能够发挥生命的意义 去帮助众生 所以中国人讲一句话 念一下 以人为受 活的不是寿命 你活在这个人间 对世界对众生 所做的好事奉献 那才是你的生命 就像历史上 包括佛陀 这些伟大的人 就像德烈莎修女 她虽然死了 但是她活在人们的心中 她代表一种信仰的爱 一种对可怜人的关怀 这个是我们要追求的 生命的力量 来自于爱 慈悲的奉献 就仅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 带着大家吃素 放生 失食 救苦救难 到处去利益众生 愿大家都护持生命电视台 让佛陀的智慧 让佛陀的大悲心 充满这个世间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什么叫咒呢 咒就是守护你的心 比如说 我现在要做食供养 然后诸佛菩萨很高兴 那如何让这个心 永远就变成真实如此 所以你那时候 咒的时候 你会背 然后你就会观想 你就看到诸佛菩萨 因为你熟了 背下来了以后 你就很容易观想 不但容易观想 这个咒的力量 还真实的圆满了 上供下施所有的功德 就像你愿意保持一个菩提心 但是怕做不到 所以你等下来 你愿意保持心经的空性 所以你要多念 因为你熟了 那你的心就在那个时候 保持一个圆满的空性 不退菩提心 所以这个咒叫守护心 咒叫以佛同房间 你看 躺在佛的房间里面 佛也住在你心里 那你就能够在那个时候 升起很强烈的立他的心 那更大的功德是什么呢 咒与佛圆满功德的布施 我们虽然不是佛 但是我希望救人 这些人现在正在打边 但是大悲咒能够帮助众生离病苦 所以你那个时候念出大悲咒的时候 那就等于观音菩萨的力量 来帮助对方 不当你自己得到利益 而且你自己也圆满了一个悲心 这里面也充满了一个 对佛菩萨的信心 所以那这样就能够去帮助对方 所以各种的咒语 各位如果愿意背 这是很重要 所以我现在觉得 这个有在念旧的 好像差在什么地方 就是说 嗯 这样说得快 譬如说我真偶看一切 我很爱看一切 我看了很多佛教的知识理论 好像我懂了因果 我不会去害人 但是好像缺了一种佛教的精髓 叫什么 我想要去接近人那种悲心 好像没有出来 没有出来 但是如果你去念这个咒的时候 比如说你特别念大悲咒 或是六字大名咒 你自自然然 除了你有佛教的这种信因果空性 你很喜欢去接近人 就像少年画书和老学生 就差在这个地方 老学生看到人都会笑 手把你压住 很清晰 因为老学生已经入空性了 他没有这种男女的分别 但是少年还有一种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没想要跟你打酒 因为好像他那个佛法 还没有入心 还没有入心 所以各位如果 你为了让佛法入心 很自自然然从你生命展现出来 那你要多念这个 除了了解这个经典的意义 然后每一部经里面 都有一个种词 记得把整部经里面的精髓 就种词在那个地方 那你就有一个空性大悲性 你就很自自然然的表现出来 很亲切 能够把